1月10日,W年度盛典在上海举行 杨幂、刘诗诗、周东宇、李宇春、孙丽、星之类 万倩、朱朱、张天爱、马依黎等明星出席了活动 带来了精彩的红毯环节 现场糟糕的打光让人看见了明星的真实颜值 之前的几次红毯,杨幂的颜值被吹是回春了 生图看上去,确实状态比垮脸时期好了很多 穿了一整套西装的杨幂 露出了大长腿,她的腿因为过于瘦 显得膝盖看上去特别奇怪 周东宇哪里找来这么丑的绿色裙子 遇到这种打光不好的现场特别显黑 生图看上去脸都不太像她了,大便模样 万倩穿了一袭黑色深微长裙 搭配红唇跟长指发 在镜头前整个人十分自信 她的脸即使保养了 还是很明显的能看出脸颊的肉抵抗不住地心引力 马伊犁的狗啃刘海搭配皮裙 感觉她压根没有考虑是不是好看 毕竟到了马伊犁现在这个咖位 资源丰富,繁花都能当主演 外界评价也没那么重要了 金晨这脸跟鼻子真的没在乱动了 长相已经在朝着童话故事里的坏人过渡了 相比其他女星,猪猪的状态算是不错 笑起来脸上的肉没有那么肿胀 穿了一身红裙,非常醒目 杨子珊的脸,塑胶感怎么这么重了 做表情都开始吃力了 模特出身的秋天打扮很潮流 一头蓬松的头发竟然显得她的脸很小 模特优势好明显 这么瘦的她一抬手就是肌肉 星之蕾这一身看不懂,鱼网爱好着 确实是红气养人 繁花热播之后,星之蕾吃到了很多红利 气色都比以前好了许多 李宇春上半身是银色断面西装 下半身是透视的纱裙 这几年她穿裙子的次数多了起来 文奇穿得很简单 牛仔裤加高跟鞋走红毯 胜在年轻,皮肤状态很好 张天爱越来越敢穿了 港风长卷发搭配一整套的鲍纹服装 整个人明艳发光 海青的脸也很怪异 妆容不适合她 上半身是衬衫加格子西装 下半身是黑色皮裤 走起了混搭风 张军宁的脸好看 每次走红毯打扮都很敷衍 即使是像张军宁这种健身自律的人 到了41岁 下巴的位置还是会有很多纹路 童瑶川的这一身非常学院风 她的身材比例很好 如今长得跟张子怡没有那么像了 对脸拍中 拍到了童瑶下巴位置 长了几颗痘痘 估计是上火了 刘诗诗的衣服 显得她的身材比例接近55分 腰带装饰加了等于没加 没起到修饰比例的作用 因为这裙子能看见臀的位置 刘诗诗生了孩子之后 脸部线条和眼神都变得很凌厉 在对脸拍中尤其明显 全网都在热议孙丽的状态 讨论她被过度养生毁了 不过这也要结合孙丽生了两个孩子 已经41岁来讨论 孙丽的衣美没有其他女性多 如今的皮肤状态 才是很多女性41岁的状态 肯定跟年轻时候比不了 年轻时候的孙丽 也曾胶原蛋白满满 W年度盛典红毯环节打光 十分糟糕 反而让大众看见了女明星的真实颜值 有人衣美垮脸 有人自然老去 不过整体来说 女星的身材管理都很自律 不过整体来说 对